当前美国面临这一系列问题 如今一系列新信号传出 显示了美国有些着急 8月25日 根据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中贸易谈判迟迟不启动 美国商界由一开始的耐心 变成了恼怒 根据该媒体介绍 一开始美国商界对拜登提名 华裔戴琪是表示欢迎的 认为这是解决对华贸易争端的良性信号 但几个月过去了 美中贸易谈判却迟迟没有进展 他们已由一开始的耐心 变成了恼怒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 美国商界领袖正绕过拜登政府展开工作 一支由华尔街资深人士组成的团体 正计划找中国高层官员再次开启会谈 寻求共识 争取更大程度的进入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华尔街都知道他是何方神圣 江湖传说他是美国的影子政府 是操控美国政府的幕后势力团体 他更背后的势力则是犹太集团 这种说法当然是看阴谋论 看多了的结果 且不论这种说法正确与否 一个可以肯定的东西 华尔街是美国重要的金融势力 它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美国政坛 如今 连这样的势力团体都失去对美国政府的耐心 与绕开拜登团队直接找中国谈 由此可见 美国内部的急切 据知情人士透露 在2018年构思成立的中美金融圆桌会议 正筹备在今年年底前展开新一轮会谈 被称为是中美金融圆桌会议主席之一的 巴里克黄金董事长桑顿 据称如今正在北京与中国有关部门官员会面 彭博社称中美金融圆桌会议成立时 得到了中国高层官员的支持 并由中国央行前行长周小川和桑顿共同主持 过去的中美金融圆桌会议曾吸引了一些 与美国金融巨头有关联的代表参加 其中包括黑石、高盛、摩根大通和摩根士丹利 距今最近的一次会议是在去年10月 当时英国金融时报也对此进行了报道 称中国财政官员与美国华尔街银行高管召开了一次 被称为是中美金融圆桌会议的电话会议 其目的是加强中美金融一体化 在此之前 中美金融圆桌会议在2019年还举办过两次线下会议 对于今年会议是否会再次举行 彭博社的此篇报道持乐观态度 报道认为中国一直在更全面地 向高盛和贝莱德等华尔街巨头开放金融市场 借着他们提供新的投资 培育更具竞争力的本地投资银行和共同基金行业 而随着中国去年4月取消证券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外资股比限制 华尔街也正在竞相抓住这一金融业最大的机遇之一 报道还认为中国国务院23日发布指导意见 提出依法依据开展跨境会计审计监管合作 以及中国证监会此前表示将在今年下半年推动 中美审计监管合作加强市场沟通等消息 都表明中国有加强合作的意愿 因此彭博社估计 今年中美金融援助会议将以类似去年线下的形式 在临近时间点再次举行 紧接着 8月26日在中国商务部例行记者会上透露出两个信号 当日有日本共同社记者提问 据一些媒体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打算来华与刘鹤副总理磋商 中方有什么消息可以透露 发言人高峰会的回答是 中美经贸团队保持正常沟通 这一问一答其中就包含了诸多信息 中美经贸团队保持正常沟通 说明美国方面还是想与中国解决问题 于是才能正常沟通 如果像特朗普时期那样压根儿不想解决问题 只是想单方面压服中国 这事就正常沟通不了 另外根据该日本记者的问题可以知道 美国财长耶伦想来中国 不知这是早前那次 还是耶伦又想来中国 借媒体之口来试探口风 8月27日英国路透社对外透露 拜登总统委任的气候问题 特使克里或在下月访问中国 就气候变化问题与中方进行沟通 如果成行将是克里借今年4月后半年内第二次放华 对此外交部的回应是目前没有可发布的消息 根据路透社报道 考虑到中美关系日趋紧张 克里若在这个时候放华 外界普遍认为将是一次中美破冰的良机 双方要谈的恐怕绝不止气候合作这么简单 一方面联合国气候大会即将到来 克里作为气候大使访华沟通 时机很合适 另一方面由于美方最近在台海问题上过度挑衅中方 解放军演习的味道已经完全不同了 双方确实需要当面沟通 那么在台海问题上 美国真会为了台当局而将自己搭进去 看看阿富汗如今正在发生的事就什么都明白了 再一个 除克里访华之外 中美的两次战略会晤均以不欢而散而结束 不仅没有弥合分歧 相反还发现并扩大了更多的分歧 双方急需在走火之前冷却一下 而且克里是直接对拜登负责的 他跟中方的沟通既不像双方官方对话那么大规模 也有助于白宫更为直观地了解中美关系的症结 上述是最新出现的一些新信号 其实在早前还有诸多信号 不妨来简单回顾一下 8月 30多个美国制造业商会致信财长耶伦与贸易代表戴琪 7个美国零售商会写信给戴琪 汉话拜登应重启对华贸易谈判并取消关税 显然美国商界在集体施压拜登政府 7月17日 美国财长耶伦表示贸易战正在伤害美国消费者 6月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打电话给中国 希望中国不要升值人民币 5月 3700多家美国公司向美国国际贸易发起诉讼 要求取消关税 4月 40多位美国参议员联名写信给戴琪 要求解决贸易问题 这些议员中居然包括林赛 卢比奥这类铁杆反华人员 不是他们多好心 而是美国实在有点难扛了 类似上述这样的信息还有不少 这里只稍加盘点 就不全部计数 所有这些信息都在说明一个问题 美国方面有点难扛 到如今一会儿说特里要来中国 一会儿又说耶伦要来 就期待着中国能邀请他们一下 特别是按美媒自己的报道 美国商界开始变得恼怒 连华尔街都打算绕开拜登政府 直接找中国谈了 就进一步说明问题 现在拜登政府也是骑虎难下 进退两难 如果取消关税意味着美国的失败 在对华强硬已成政治正确的美国 拜登显然不好办 关键是卡布尔撤退已经失败一次了 如果再失败一回 对中期选举以及下次大选是很不利的 然而不取消吧 美国国内确实有些难扛 不但增加了消费者的负担 连美国商界与华尔街都开始失去耐心 最终是美国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搞得自己进退为股 美国目前的高通胀超5% 高债务临近30万亿美元 高泡沫 股市超3万点都逼近极限 并且管了其中一个 另外两个容易崩掉 比如加息 倒是能够一直通胀 但股市就麻烦了 如今国外不怎么买美国国债 都是美联储自己在买 少印钞票 美债就不好办了 同时股市也容易崩掉 耶伦还是美联储主席时 就多次尝试将超低的基础利率 恢复到正常水平 以抑制泡沫 最终都因美国经济无法承担后果 而难以实行 上述问题都是美国当前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特别是在三高与贸易战这些问题上 它环视全球 最后想到的能够帮他们的还是只有中国 可以说中美关系在拜登上台之后就开局不力 后来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强烈要求访华 中方出于外交惯例考虑予以同意 并安排在天津接受王毅外长的接见 在这次会晤前后 不仅王毅外长怒批美国 中方副外长也抨击美国坏事做绝 还想好事占尽 天下没有这样的道理 可以说到目前为止 中美关系都一直处于下行之中 并没有触底反弹 而转机似乎出现在美国 从阿富汗溃败之后 塔利班秘密访华 而美国也罕见地希望 在阿富汗问题上得到中国的帮助 当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邀请中国外长王毅通电话 在对话中 希望中方能够在阿富汗问题上 发挥建设性作用 对此 王毅外长批评美国从阿富汗撤军 造成了严重的问题 美国的军事干预最终被证明是失败的 美国希望中国提供帮助 就不能实行双重标准 最终 王毅迫使布林肯承认 美国寻求与中国的和平共处 美国不寻求在中国西部制造动荡 此后中国新任驻美大使秦刚赴美上任 而美国也提名了新的驻华大使 在这样的背景下 美国似乎打算趁热打铁 此时派出气候问题特使克里访华 其用意当然不仅仅是在气候变化问题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